在西双版纳的热带植物园 植物多 空气好 也成了动物的乐园 这里更成了一个绝好的放生地 这次来到西双版纳的植物园 非常的有幸 刚好碰到它们在放这些蜂猴 这些蜂猴它们都是野生的 那这些蜂猴是被解救下来的 今天才刚刚到西双版纳 那么据说这些蜂猴原来本来 它们也就是属于西双版纳这一带地区的 现在非常的好 又把它们放回到它们原来生活的地方 蜂猴因动作缓慢又被称为蓝猴 栖息于热带雨林和亚热带寄雨林中 在我国分布于云南和广西 数量稀少 濒临灭绝 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我们眼前的这几只蜂猴 原本生活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 不幸被偷猎者捕捉后 从温暖的西南边陲 贩卖到了北方的一个城市 途中受尽惊吓和寒冷的折磨 虽然获得了解救 但仍然有几只 甚至等不到回归故里 就死在了回家的路上 装在笼子里的蜂猴 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手指紧紧地抓住 身边能抓到的任何东西 看着眼前来来往往的人 和一闪一闪的相机 本来就水汪汪的大眼睛 显得更大更委屈 看着他们的样子 让人心里生出一种 内疚和惭愧 幸好不久以后 他们就可以自由地 回到树林里 多少使我们的心里 好受了一些 他说服务也说得懂 找家了 虽然平时被称作懒猴 动作缓慢 但这时 他们却十分卖命地往上爬 没几分钟就爬到了高处 我们看到了这个小蜂猴 又回到了他自己的故乡 那么可以说是颠沛流离 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过程 都已经经历了些什么 但是当我们看到 他很慵懒的步伐 爬上了这个树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的高兴 就将人间多一些爱 将生命可以永远 将生还不最重燃 将人间多一些爱 将人生命可以永远 将生还不再重燃 没想到在植物园里 还有这样一番经历 我们由衷地为这些 重新获得自由的小懒猴高兴 好了 说到这呢 还是要跟您问声好了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 就是云南卫视 每天中午12点 为您精彩呈现的 由金星啤酒独家冠名播出的 旅游新时空 我是主持人秦梅 刚才在画面里呢 我看到很多人 在给这个小懒猴拍照的时候呢 用了闪光灯 这是非常不好的 应该呢 用自然光线去拍摄 因为那些懒猴 本来已经历经磨难 被吓坏了 当相机的闪光灯 突然在眼前这个亮起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更加的恐惧 另外呢 还有人伸手去摸笼子里的懒猴 我想他们大概也不会喜欢 人类的这种方式 况且呢 这个野生动物身上 说不准就会有一些 对我们人体有害的物质 感染了以后呢 恐怕就会麻烦了 所以呢 如果我们喜爱他们的话呢 就应该用 他们适应的方式 去对待他们 我想这也是植物园 存在的意义之一吧 当然在植物园里啊 只要你足够细心 总会发现到一些 不一样的东西 接下来就让我们 接着来看 在植物园里走走逛逛 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装备很特别的人 这是在干什么呢 搞科研勘探 还是观察什么稀奇的东西 我们呀 也凑近了看看 老师 你在拍什么呀 拍鸟 拍鸟 什么鸟 小鸟 小鸟 你这个专 太专业了吗 你的这个装备 我们这个也是业余的 是吧 是的 是拍哪一只啊 就拍这种 鹤鹤 直嘴太阳鸟 是云南的 是中国的新纪录 什么意思呀 就是一种新纪录的鸟 中国以前没有这个鸟 现在在中国才发现的 在中国才发现的 是哪一个 你能不能指给我看看 可以 大一个 我现在只大一个 哦 哇 好小啊 就这么大 那镜头是很难跟啊 特别难拍 就是要慢慢守候 难捕捉 哎 怎么又不见了 那这个鸟是 您是专门是来拍它的吗 对 专门来拍这个鸟的 您是哪的人 是云南人吧 我是重庆的 哦 重庆呢 那您怎么知道 这儿有这个鸟 他们这个 中科院动物所的 在这儿提供的这个消息 哦 然后您是专门 飞机来拍这个鸟的 哎 去年也是在这儿 发现的 这去年12月份 最早发现的时候 也是这里 哦 赶紧 赶紧 哎 我看到了 哇 这个事 全是连拍 这赶紧藏起来吧 太不专业了 这位重庆老兄 是一名摄影发烧友 这烧发的还挺高 给自己取了一个网名 叫重庆咔嚓 在网上开设了空间 展示自己的作品 和其他摄影爱好者交流 虽然它自称是业余的 但您看人家这装备 很有架势 也多亏这装备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才让我们有机会 看到眼前的这只 特别的太阳鸟 老师 能不能给我看看 您刚刚拍的 可以 哇 好漂亮 特别它的毛和这个花 秤在一起 就觉得非常漂亮 黄的 蓝的 绿的 红的 只有一只啊 那非常的珍贵 就是珍贵 很少 你也是在全中国里面 在前十位的 能看到这个鸟的 是吗 对 那意思是 就是看到这个鸟的人很少 很少很少 中国新记录嘛 刚才才有 它有记录的鸟 啊 我在前十位 耶 至少也是个前十 前十位肯定是了 要具体了解眼前的这只 赫猴直嘴太阳鸟 我们还得找找专家 在版纳食物园里 就有这样一位 对鸟类十分痴迷和了解的人 王老师啊 像刚刚的那个鸟 是叫什么太阳鸟 它叫赫猴直嘴太阳鸟 哦 我觉得我特别有幸 因为他们说 我是前十个看到这个鸟的 对 很有可能 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因为这只鸟啊 它是去年的十二月份 嗯 第一次被我们一个 来自湖北的鸟类摄影爱好者 在我们版纳食物园拍到 从此以后呢 就是再也没有人拍到 和看到这种鸟 哦 然后前几天 我们也来自一个 一个云南昆明的 一个观鸟爱好者 它又再次看到这只鸟 然后它就打我电话 然后我可能是 第三个看到这只鸟的 然后对 你可能在前十名是肯定有的 那所以说我今天是很走晕啊 其实每天来往于这里的游客 不计其数 但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 路边的这颗猪鹰花上 别有风景 让这只特别的小鸟 从眼皮底下飞走了 太阳鸟的颜色 大都非常艳丽 这只鹤猴直嘴太阳鸟 就是根据它的形态 和羽毛的颜色来命名的 那它说是世界上 现在就是在中国 唯一的一只是吗 它不是这样的 就是它这个鸟 实际上是分布在 东南亚国家的热带地区 只是它在中国以前是没有记录的 以前没有记录 这次是第一次发现 去年是第一次发现 只不过今年是再次发现了 那像这个鸟 它一般它都是生活在哪呢 是在热带地区 因为它叫太阳鸟 它就喜欢生活在这种热带的那种 那它来到这以后 它晚上住哪啊 就是从理论上来讲 这只鸟呢 它是流鸟 流鸟就是指从出生到最后 一年四季都生活在同一个地区 不随季节迁徙的鸟 它对对 它在这个地方生活 应该是说 以前应该是有 但是可能没有人发现过 这样子 没有注意到 对没有注意过 它基本上是每天在这里觅食 在哪 就在这样的一个树上 这种树叫做梅蕊木 它也叫猪鹰花 猪鹰花 对 太阳鸟长着小小的身体和长长的嘴 它们借助着灵巧的身体 穿梭于花丛之间 用长长的嘴吸取花蜜 填饱肚子 这个鸟非常有意思 它会占据这一棵树 然后当别的鸟过来觅食的时候 它把它赶走 那么八道 对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因为一般来说 这个鸟 它有这种驱赶行为 是在繁殖期 因为繁殖期 它需要有个地方觅食 它就保护这块地方 它自己的可以繁衍后代 但是现在这个季节 照理说是不应该是繁衍季节的 但也不知道它为什么 它会这么一个习性 很强势 它觉得这个是它的地方 它就不让别的鸟 就来靠近 这只鹤猴直嘴太阳鸟 俨然成了这颗猪鹰花的所有者 在周围经常徘徊着一只黄妖太阳鸟 可是鹤猴直嘴太阳鸟 怎么都不让它靠近自己的猪鹰花 那发现的这个是 是一只熊的还是雌的 这是一只熊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羽毛是非常鲜艳 然后肚子是非常鲜艳的黄 黄色我看到 这是熊鸟 我们目前我们只看到这么一只 没有发现雌鸟 也没有发现其他的熊鸟 那么像这个鸟它 你们在这发现了以后 有没有就是 就知不知道它平时 它都还有一些什么生活的习性 它会去哪儿啊 就除了在这个树上以外 这个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们就是从早上 六七点钟开始过来看它 然后一直看到 就是晚上六七点钟过来看它 天黑之前 它一般都在这里 它很少飞到别的地方去 但是天黑以后 它去哪儿生活 就是在哪个树上栖息 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发现 要说这位王老师 虽然在植物园工作 不过原本它的专业 并不是研究鸟类 它是一名官鸟爱好者 官鸟这种活动 现在在国外十分流行 它在国外留学期间 培养了这个爱好 多年的观察和知识积累 使得它对鸟类的知识 了如指掌 哎呀我就觉得 真的是非常的幸运 因为那鸟实在太好看了 我今天能有幸看到它 是啊是啊 我也觉得非常幸运 它们能在我们周园里来生活 是啊 那也希望就是来到这儿的 这个游客朋友 可以尽量地保护这些小动物啊 对 因为它们真的是非常的稀有 而且它们也有 它们自己的生活环境 尽量不要去打扰它们 所以刚刚我都是很小心 我说在哪儿 在哪儿 对对对 还是给它们一个 对给它们一个很好的环境 是啊 由于板纳植物园 保存完好的植被 丰富的生态环境 和严格的管理 迄今已经有 约160种鸟类记录 成为了云南著名的 官鸟圣地 那么官鸟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 鸟类的吸引力 就那么大吗 官鸟活动 兴起于18世纪晚期的 英国和北欧 早期是一种 单纯的贵族消遣活动 不过现在 它已经演变成了 世界上最流行的 户外运动项目之一 目前英国皇家 官鸟协会拥有 超过100万会员 也就是说 在英国 每30个成年人里 就有一个 经常疯狂的追踪 和观察鸟类 在自然界中 呼吸新鲜的空气 追随鸟儿的踪迹 对身心都非常有好处 而各种鸟类 散发着不同的魅力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 去观察了解它们 在伦敦 怀特霍尔大街的 政府所在地 一位英国的外交大臣 曾说过 鸟类和大自然 是一个巨大的避难所 我们可以在那里 寻找庇护 即使全世界面临 最大的危机 我们也可以在那里 找到安闲 它给我们 带来乐观 自信和安全感 即便是在残酷的战争中 鸟类也给人们 带来了安慰和希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一位美国士兵 描述一只夜鹰 它好像在大声 告诉我们和德国人 世界上还有许多 更美好的事情要做 它来回盘旋 战场上空 回荡着它的歌声 我突然前所未有的 自信起来 我会活下去 友情提示 云南有多处 观鸟胜地 如果您是观鸟爱好者 除了板纳的植物园 您还可以到 丽江的拉什海 香格里拉的纳帕海 昭通的大山包等地观鸟 刚才我们虽然是在植物园里 不过内容都是关于动物的 而关于那里的植物 我想关注我们节目的观众 在前不久的节目当中 已经看过不少了 不过我告诉您 在西双板纳 有很多热带植物景观 今天我们就再讲一点 热带植物的故事 不过发生这些事情的地点 不在植物园里了 它距离植物园不远 也在蒙拉县的境内 那个地方就是望天树 热带雨林景区 那里的植物一年四季 都上演着残酷的 热带雨林生存竞争 为了生存 植物们各显神通 用尽手段 今天我们的编导 把这些总结为一个 热带雨林的生存秘诀 究竟都有哪些内容呢 我们一起来看 在热带森林地区 由于气温高 十度大 非常适合热带植物的生长 所以植物的种类组成 极其丰富 尽管热带雨林 仅占世界陆地面积的 百分之七 但它所包含的植物总数 却占了世界总数的一半 因为种类繁多 密度很大 所以每种植物的生活空间 都缩小了 植物之间为了生存 势必就得进行一场 争夺阳光 土壤 和养分的激烈竞争 在这场竞争中 那些掌握了 独特生存诀窍的植物物种 得以在竞争中保存下来 那些处于劣势的植物 终究将被淘汰 这一过程导致热带雨林中 存在很多独特的现象 甚至发人深思 热带雨林生存秘籍之一 在寸土寸金的热带雨林里 对于土壤和阳光的争夺 是非常残酷的 不是每一种植物 都能在这场竞争中胜出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的植物只有另辟蹊径 采取另外的方法 延续生命和后代 它们不跟土壤接触 把根群附着在 其他树的树干上生长 利用雨露 空气中的水气 及有限的腐植质维生 它们通常不会长得很高大 但是借助了所依附的 大树的高度 它们也有机会 获得阳光 自身进行光合作用 不过它们仅仅是 利用别的植物 不会从所依附的植物那里 掠夺营养和水分 这就是热带雨林植物的 一种生存方式 复生 热带雨林生存秘籍之复生 生存指数两星 生存理由 依附大树求生存 攀上高枝 谋发展 热带雨林生存秘籍之二 常听人形容那些自己不劳动 靠剥削榨取别人而生活的人 为寄生虫 在竞争激烈的热带雨林中 也有这种不劳而获的寄生植物 如果说复生是一种 依附和借助别的植物 获得立足的手段的话 寄生相对复生来说 则是在依附和利用的程度上 更多了掠夺和剥削 寄生植物通常不能自己制造 和提供养分 所以必须依附在别的植物身上 获得保护 并从该植物那里 取得自己生存和繁衍 所需要的养分和水分 而这种做法 必定会损害寄主的利益 往往使寄主植物营养不良 逐渐枯竭甚至死亡 说它们不劳而获的生活 是植物界的寄生虫 一点也不为过 而令人惊讶的是 这样的寄生植物 约占世界上全部植物种类的 十分之一 热带雨林生存秘籍之寄生 生存指数两星半 生存理由不劳而获 损人利己 热带雨林生存秘籍之三 热带雨林是一个既潮湿又炎热的地方 里面茂盛的植物树木 经常被厚重的湿气浓雾所笼罩 如果没有充足的阳光蒸发这些水分 植物的叶片就可能腐烂 而凝聚在叶片上的水分 也会阻碍植物的光合作用 很多处于雨林下层 照不到阳光的低矮植物 往往就会改变叶片的形态 使叶面上所有的纹路都指向叶尖 叶尖细长且像一条尾巴 当雨水和露水沾到叶片时 能快速把水汇集起来 顺着叶尖流下 不会滞留在叶面上 这就形成了滴水叶尖 这样它们就能避免叶片腐烂 也能更加顺畅地进行光合作用了 所以在热带雨林中 植物叶子具有尾状尖端的现象 就叫做滴水叶尖 热带雨林下层植物 常常具有滴水叶尖 它是植物适应雨林的一个现象和标志 热带雨林生存秘籍之 滴水叶尖 生存指数三星 生存理由 走自己的路独善其身 热带雨林生存秘籍之四 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中行走 遇到下雨 没带雨伞怎么办 您完全不用担心被雨林湿了 因为雨林中很容易就能够找到雨伞 或许您会奇怪 这里不是热闹的集市 更不是服务周到的宾馆酒店 在这人烟稀少的森林中 怎么会有雨伞提供呢 当然在雨林里 给我们提供雨伞的 并不是人 而是植物 它们有巨大的叶子 大的足以容纳数人在下面避雨 雨季时常常被雨林周边的居民 当作临时雨伞来使用 这些草本植物生长在热带雨林的下层 因为位置低矮 阳光都被上几层的植物给遮挡抢走了 无奈之下 它们只有把叶片长得足够巨大 哪怕能够多捕捉到一丝光线 进行光合作用 这使热带雨林淋下草本植物 适应若光的结果 热带雨林生存秘籍之 去叶 生存指数三星半 生存理由拓展生存空间 获取最大利益 热带雨林生存秘籍之五 这里的情况有些异常 一粗粗的花 一串串的果 都是在树木粗大的树干上 有的甚至长在树干的基部上 这就是热带雨林特殊现象之一的老静生花和老静结果 老静生花在热带雨林中处处可见 是热带雨林树木的一种特殊的生存繁衍方式 热带雨林中昆虫和其他动物传粉者 主要在灵贯下一定高度范围活动 而成年树木的枝叶往往高不可及 它们把花朵开在老枝和树干上 不但降低了高度 而且离地面的草本灌木层还有较大的距离 比较空旷 花朵呢最能够显露自己 并且使得昆虫以及其他动物传粉者 最容易发现和接触 从而获得更多的受粉机会 同时雨林的长绿树开花结果 所需要的养分是储藏在主干和大枝的 净花现象便于输送养分 减少能量的消耗 热带雨林生存秘籍之老净生花 生存指数四星 生存理由 进水楼台先得月 热带雨林生存秘籍之六 由于充沛的雨水和对阳光的需求 在植物密集生长的热带雨林中 树木通常都长得很高 这势必对大树的根基是一个考验 一旦树根不能牢牢地抓住地面 遇上强风暴雨 很容易就会倒下 为别的植物让出空间提供养分 为了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 雨林中高大的树木 往往都会衍生出巨大的根基 像一块块木板似的 从四面八方牢牢抓住地面 有的根系甚至发展成了一面木墙 这就是板根 热带雨林生存秘籍之板根 生存指数四星 生存理由根基打得牢 不怕风吹和雨打 热带雨林生存秘籍之七 在我们人类社会 绞杀只用绳子缠在人的脖子上 使人致死 而在纷繁复杂的热带雨林语 绞杀也是一种残忍的谋杀手法 同时它还是热带雨林中 最显为人知的生存侵略 实行绞杀的杀手通常是绒树 一开始它的种子 以附生的手段 在其他树木上萌发生长 利用基础树干来支撑自身躯体 随着不断的长大 它网状的根系包围树干 并向下扩展 直到深入地下 生成正常的根系 接着从土壤中吸收养分后 生长加快 网状的根 蓬大育合成为网状的径 成长为独立生活的植物 同时它采用挤压 攀爆 缠绕等方式 来抢夺技术的生存空间 直到借以支持它的植物 被活活绞杀致死 这是热带雨林中 最阴险最残酷的生存手法 绞杀行动志在必得 一旦开始 几乎从不失手 应该说 在热带雨林中 除了一种树木 能够抵御绞杀 其余的树木 就算已经是苍天大树 只要被绒属植物缠上 就可以判定死神将尽了 热带雨林 生存秘籍之 绞杀 生存指数 死兴半 生存理由 步步为营 无险的杀戮 你死我活的 生死较量 热带雨林生存秘籍之八 刚才我们说绞杀时 提到热带雨林中 只有一种树木 能够抵御绞杀 也就是说 就算是如此阴险残酷的绞杀手段 也无法阻挡它的生存和生长 那这种树木究竟是什么呢 为什么它会如此之强大 如果您到过 西双版纳的望天树原始热带雨林 相信答案已经在您的头脑之中了 这种强大的树木 就是热带雨林的 王者之树 望天树 在表面寂静 却暗藏汹涌的雨林里 任何人站在望天树下 都能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气场 它是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中最高的树 有着笔直不分岔的树干 俯瞰着整座雨林 这就是成年的望天树 然而在望天树的幼年时期 它的成活率仅为两千分之一 前六十年的生长周期非常缓慢 基本不生长 但是这也为它将来成长为苍天大树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它的存在就是热带雨林的象征 因此被称为万树之中的王者 而也正是因为望天树 笔直端正的树干 和坚定踏实的成长方式 使得绞杀在它面前显得苍白和无力 它就是雨林中唯一不会被绞杀的树木 热带雨林生存秘籍之 王者归来 生存指数 武姓 生存理由 后积勃发 端正向上 王者风范 都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竞争 可以说是越来越激烈了 没想到在西双版纳寂静的热带雨林当中 也暗藏着这么多的竞争和玄机 自然界值得我们探究的东西 实在是太多了 好了 说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明天中午12点 还是希望您继续锁定云南卫视 关注由金星啤酒独家冠名播出的旅游新时空 我们明天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